刀六市是婚姻官的修宣指導 也許總管人口上座的蝦市 正代理管理李晉雄 今天就在刀六市的柚子公園 發表他的刀六市幾個月月月月月月 李晉雄政府,未來的刀六市 應該是一座涵蓋創業 科技和休憲的現代化肚市 這蝦市非常鼓勇的特色 我們希望將來 這個作為雲音線 門面的斗六市 它重要的內涵 能夠涵蓋的產業 能夠涵蓋的科技 能夠涵蓋著休閒 我們希望打造成為一個 產業、科技跟 休閒融合的一個 現代化的都市 在參與後面,李晉雄政府 後車站的相關政府開發的條件 未來可以拿地方創造很多 商機 我們後車站這裡已經有一個 商圈也是已經成行了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不管是在 街道的一個規劃設計 甚至於來實施 整個的造街的計畫 能夠讓更多的顧客 他們願意到這個地方來 休閒來購物 另外,李晉雄也會在 開拍一座大型的 新來運動中心 促進民眾的身體健康 如果有機會進入管政府的時候 我們首先也希望能夠打造一個 抖六的一個運動的中心 抖六運動中心 在這個運動中心裡面,我們可以設置有游泳池 健身房,瑜伽教室,球隊比賽等等 來促進國民身心的健康 最後,李晉雄表示 未來國府應該這個福度 到六市發展二十天 引進國內外的主委 來這裡投資生散 帶動國庫基的創業 記者以便為蔡王報道